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蛋清脆 这个饼干里面没有放油 只放了蛋清,糖,面粉,芝麻 就可以做出非常脆又好吃的小饼干 把低筋面粉过筛 再加入细砂糖 把这两个材料先拌匀 再加入一个蛋清 蛋清的量大概是30克左右 然后轻轻的拌匀 搅拌的时候一定要轻一点 如果太用力的话,蛋清会起泡泡 搅拌只看不到干粉就可以了 再加入熟的白芝麻 拌匀 这样这个饼干面糊就做好了 没有想到就这么简单吧 把饼干面糊倒入裱花袋里 把面糊挤在油纸上 尽量挤得薄一点 这个饼干就是越薄越脆 如果有模具的话,造型上会工整一些 放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中层 上下火130-150度烤20分钟左右 具体烘烤的时间和温度要根据自己的烤箱来调节 烘烤结束就取出来晾凉就可以了 这个饼干因为没有油 所以它会粘在油纸上 要轻轻地从油纸上揭下来 同样的配方 也可以把低筋面粉换成全麦粉 也照样可以做出非常脆又好吃的全麦蛋清饼干 全麦粉就不需要过筛了 全麦粉和糖搅拌均匀 再加入蛋清 如果蛋清里有蛋黄滴进去了 可以用蛋壳把蛋黄捞出来 拌匀 搅拌至看不到干粉 再加入熟芝麻 拌匀 拌好的面糊就是这样子的 如果有个模具 做出来的饼干造型会更好看一些 可以在模具里薄薄的刷一层油 我刷的就是玉米油 然后把饼干面糊挤进去 也是不要挤太厚 要薄薄一层就行了 可以用一根牙签搅一搅 把它平铺在模具里 然后放入已经提前预热好的烤箱中层 上下火150度烤20分钟左右 出炉以后 可以用牙签来帮助它脱膜 刚烤好的饼干是软的 等它凉透就会非常脆了 这种饼干因为没有放油 所以它是脆硬的口感 并不是酥脆的口感 我这个做的其实还是有点厚 虽然它有点厚 但是也是很脆的 今天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